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和大家一角看港股最新的走勢 港股今早早高開11點之後 曾經倒跌8點下來 但之後咬腰秋升回 到10點左右升幅擴大 升至200多點上來 行生指數最新升232點 報25574點 國企指數方面升大約89點 10342點 大肆成交到289億多 這時候請來Jason和我們聊聊 Jason早晨 早晨早晨 今早我們談談東方海外 先賣盤給中遠海鴻交易 先談談交易的細節 東方海外和中遠海鴻兩間公司宣佈 中遠海鴻聯同持有一成半股權的 香港集團以每股78個盧七 全面收購東方海外 給東方海外上星期五的收市價 日價超過三成一 涉及資金超過492億 他們就說 交易完成後 東方海外將會保留上市地位 並且公司會在兩年內維持現狀 另外中遠海鴻 將會持有東方海外大約九成的股權 香港持股大約一成 先談談作價 其實東方海外的股價 去到60元這些位置 已經是歷史高位 現在中遠海鴻 日價三成買起它 值不值呢 沒錯 看回今次的拼購 上幾個星期市場都傳得很厲害 在這段期間 看到東方海外那邊都否認過 但當然到最後 現在就成了市 現在市場比較關注 今次的收購作價 每一股 78.67元來算 究竟算不算是貴的 如果你說拿回去年 東方海外本身的每股資產淨值來講 大概就是7.2元多的美金 你算回港幣來說 大概是56元多 你算是78元多的收購價 就等於市盡量 大概1.3倍至1.4倍左右 這個作價 比起1919本身自己的PBook 我説的是1.7倍 當然就不算特別貴 但我們要比較 就不是單單跟1919自己去比 因為本身中遠海控 在那個規模上可能比較大 或者之前都做了一些重組之後 都令到那個PBook 就叫做是升了上來 反而我們要公平一點 去再跟其他一些航運公司 就是近這一兩年裏面 做的M&A方面的作價 來比一比 例如就看回馬士忌之前收購的 德國漢堡南美船母集團 現在都等著批 那個PBook 都說是1.1倍至1.2倍左右 即是說比你今次的收購來講 是為之低的 所以如果你說和同業 在近期一些收購的作價 比較底下 1.4倍的PBook 我又覺得不算特別便宜 而且都要留意的 因為本身東方海外 其實在去年都還在虧錢 所以你說看那個PE 就沒有任何意義的 假如如果你說 在近年整體航運市場有個復甦 東方海外能夠是可以扭規 甚至在未來這幾年有一個更加大的利潤出來 當然你看回現時這個作價 又不可以說是很不合理 但如果你說 未來整體那個業務發展上面 是沒有預期中那麼好的 我都相信你說 介意P.E.值方面 這次這個作價來講 都不算是特別便宜 整個行業來講 就在今年的頭半年來講 就對比去年同期 都是有個很明顯的改善 你看回內地方面 兩個集裝商運價指數 包括上海出口集裝商指數 以及中國出口集裝商運價指數方面 在今年頭半年 那個平均的點數 大概是850多點 至到860幾點 比起去年同期 只有五百多點來講 都升了接近六成以上 所以如果你說回今年上半年 這一類集裝商貨運那些船隊的業績 應該都會有個明顯改善 再加上你說油價都是偏低 也都是有助他們可以扭規 再加上就看回在未來的時間 其實全球方面 整體集裝商貨船的運力供應 仍然都會受到抑制 包括很多船運公司 在今年 由於他們還是沒有什麼大的利潤底下 都選擇把本身一些 明明是今年要交付那些的新船延期 即是今年他們減少接收的新船 再加上在過去一兩年 亦都在一些補貼的政策底下 就不斷把一些船程比較高的船隊 都做了個部費 所以整體運力的增長上面 在今年或者其實去年開始 都有個明顯的放緩 至於需求上面 隨著你說現在歐美經濟的復甦 看到中國近期的出口數據都不錯 亦都能夠可以帶動運價整體 會有回復甦 所以如果你問我的話 整個的航運業市場 特別是集裝商的航運行業 過去的三四年都是很低迷的 很多船公司都是要虧錢的 但是經過很多的運力整合 航線的重組之下 其實都令到這個行業 在接下來的時間 我覺得那個前景 就未必說真的那麼悲觀 再看完就見到 其實最近這年幾 其實全球都有很多的航運公司 就互相做了一個整合的 例如就說好像剛剛都提到 就說馬士基方面 都在今年第一季的時候 就宣布收購了德國一間的船公司 就是漢堡南美船部集團 另外德國另一間很大的航運公司 赫帕羅特 亦都是聯合了阿拉伯 聯合國家輪船公司 UASC方面做了一個合併 所以你說這個航運 接下來的一個大趨勢 都是說一些比較大型的船運公司 都會繼續做一個併購 就是希望將那個行業集中度 就提升 避免一些太過惡性 那個運價的競爭 所以在這些的重組方案 或者拼求方案 接下來陸續續進行之後 我都相信 就說全球的航運市場 供求都會慢慢趨向平衡點 現在東方海外賣盤給中遠海鴻 對中遠海鴻可以有幾大的幫助呢 在業績或者業務上 因為看到它其實之前星期五的時候 已經借過營起炒上去 但現在收購了東方海外 對業績可以有幾大的影響 是的 中遠海鴻本身屬於全球 即是計那個集中商運力來說 那市佔率是排第四的 那之前它都做了一些行業重組 即是說的是收購了中海集運方面 那個集中商的業務 那說的是中遠系和中海系 都做了一個合併 那這一部分就令到市佔率 當時都跳了成三級那麼多 那今次你說是收購了東方海外 那根據現在市場的分析 都預計在全球那個集中商 航運的市佔率呢 能夠是進一步是攀升 就去到第三位的 那變相如果你說 接下來整個航運業 真的有個復甦了 又或者運價上面 真的有個比較明顯的提升了 那它那個運力的增加 或者整體規模上面的擴大 那都是有利回到 在那個營運上面的表現 或者那個槓桿高了呢 當然都對於它利潤方面的貢獻 會更加大 那當然大前提 就是整個行業要是好轉的 那但是要留意 就是因為剛剛都提過 本身今次去收購那個股權的比例 都說接近有九成幾 就是你計算總代價 就是四百多億的時候 其實它都是要給超過四百億的港幣 作為收購代價 那在那份通告上都說到 那它究竟利用什麼的融資途徑 來給這個代價呢 那都是說會問 就是內地的銀行 就全數做一個融資的 就是變成它就不會用 現在手頭上面的現金 或者不會做一個批股來支付 如果你說做一個 是銀行上面的債務融資 那變成也都會令到 它整體的Net Gearing 就是我們經常說 那個正負債權益比率來講 會進一步是增加了 那本身你說它在Net Gearing上面 都不是算特別低的 如果你說這一部份再增加 那會不會都對於它 在那個融資成本 利息開支上面 都還是會有個上升的壓力呢 所以就真的你問我 對於1919的看法呢 當然我就不會說特別差 但是始終航運這個市場 就相當之波動的 或者你說今年上半年 運價復甦的 這個趨勢 能不能夠延續到去下半年 能不能夠延續到去明年 環球經濟 接下來的表現會是怎樣 那這一方面都是比較難去預測的 那所以如果你說當 整個航運市場是很轉的 那1919今次這個收購 令到船隊規模擴大呢 那我都相信 對於它接下來的業績 是會有一個很大的幫助 那但是相反地 一旦的話 整個航運市場 是沒有我們想到這麼樂觀的 那接下來公司上面 就不但運力 會有機會出現一個過剩 那甚至乎在那個融資成本 利息開支這些壓力加起來 都有機會令到它的虧損 會進一步擴大 那所以這個收購 整體對於公司來說 都算是一個叫做幾高風險的收購 好啊 那見到1919上個禮拜 借一個營起炒了上去 今天收購消息出來之後 都是有一個很強勁的增長 那整個航運板塊的前景 你都暫時是看 可能是受到經濟環境的影響 那下半年 就是現在出了這些消息之後 想部署整個航運板塊 那策略又應該怎樣做呢 那看回整個航運板塊 在今天來講都抽了很多上來 特別是做集中商為主的公司 例如剛剛說1919、316 甚至中外運航運368 都是破了52週的新高 那看回他們現時的股值 當然都不算特別低 但是不要忘記 如果拿回去年的業績來比較 其實他們都還有很多在虧錢 那問題就是去到今年 能不能夠進入一個扭規的階段 那這個是相當重要 以他們現時的Pbook 其實某程度上都是在反映著 市場認為 就說航運市場是會慢慢步入復甦 今年他們的業績應該都會有個 幾明顯的turnaround 那所以如果你說到最後 來近中期業績出來 發覺都是對版的 那我都相信這一段的升浪 都有機會會是持續 但是你問我在這些位置 再追上去那個直播空間大不大 我覺得都要小心 因為始終破了高位之後 都有機會會有些獲利回吐的沽盤 會湧出來 所以如果你說這些位置買 最好住碼上面就不要太大住了 好 這次和Jason談到這裏了 Jason有沒有持有上述投入股份 沒有持有的 謝謝Jason 那一會回來 Jason會解答大家 在股票上的問題 如果有任何疑問 可以打來204-6566 和我們聊一下 稍後回來再見 回到即使攻略這個環節 這次我們繼續有Jason和我們聊一下 Jason你好 早同你好 先接聽第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林先生 林先生你好 早晨 早晨 那可以看一下 Ikki 那只汽車股 不知道現在有沒有新南美 這支股票 老闆 你們幫忙 哪幾支股票 47 carne 好像是 Up 以39以外戶口取消了 不car 但你想問汽車股 整個版塊還是有 如果有什麼可以 是 far 이용 好啊 汽車股 之前 那些 汽車股報導 之後 發現 售數據似乎不錯 汽車股現在的前景,之前你又看得很一般 但是近期這樣炒發,會不會改變看法呢? 如果真的想部署的話,可以選哪製呢? 汽車股,你說之前那一年,很多都升很多上來 在這個股值上面,這些位置真的不算特別便宜 當然,現在很多大行或者市場的看法都覺得去到下半年 內地的汽車銷量仍然都可以保持到,應該都不會太差 特別就好像吉里或者長城,接下來推一些相對比較高端的新車 大家現在的預期都是頗樂觀的 但是一個不幸,如果你說接下來的汽車市道是明顯放緩的 又或者價格競爭是越來越激烈的 又或者他們本身推了一些高端車,是跟市場本身的預期是有些落差的話 到時候觸發的調整可能會頗大 所以你問我現在好像吉里維麗,它的PE都有26.6倍 當然這個就是屬於2016年的PE 假設你說2017年它的盈利都有機會翻一翻 但是你計算它的PE都已經有13倍 比起歷史平均值來說都不算特別便宜 所以變相如果你說這些位置再追這些汽車股 特別你說之前都升得比較多那一堆 我就有些保留的 當然如果你純粹短炒駁回去 接下來可能再破多一次頂 我又不是說太反對的 但是你要留意一下這些位置你追 其實上升的空間我看就未必說會太大 如果真的要選一隻,林先生可以選哪一隻? 我都不選了 好,多謝林先生的電話 我可以參考一下Jason的意見 電話旁邊還有李小姐,李小姐你好 Hello,兩位主持,Jason好 早安 Jason,我有問題想請教你,簡單教我 那隻平保2318,我買入50元 我先教你明天除靜,好嗎? 還是怎樣情況?你看幾多位 另外一隻是13條8,那隻線充資陳版 我是代問的 他買入價是8元,怎樣情況? Jason麻煩你指教我,這位錯過 謝謝兩位 謝謝 Jason,先講一下平保 明天除靜,除靜之前好不好 還是可以先拿著下半年 其實內險股的板塊也挺看好 內險股也維持一個比較正面的看法 即使你說之前那段,市有些調整 但很明顯你看到平保 基本上市跌,它也不用跟著跌 反而市一升上來,它繼續有很強的動力 就破頂了 如果你說基本面是未變的 例如說內地來的,債息繼續上升 國內方面對於一些傳統養老保險 又或者一些長期性的醫療保險等等 都還是會加強推動呢 那我都相信平保的業務 接下來的表現,或者股價表現 都不會差到去哪裏 所以現階段這隻股份呢 可以先拿著,明天除靜 你可以收息之後,再去到持有 當然股價上會做一些調整的 但我覺得調整的幅度不會特別大 那這一集,若你問我再向上看 我都會看回大概60元左右的 平保可以有少少耐性等一等 另外一隻188元,健通即層版 8元買入的,現在有利潤 今早早都創過一個月新高 大家有度跌了一點點 這隻股份又怎樣看呢? 部署策略應該怎樣做呢? 這隻股份坦白說 我對它的研究不是太多 不是太了解整體業務的前景 純粹看走勢,它今年做得不錯 即是看到它年頭的時候 股價都在7.6、7.7左右 接著它不斷升,最高都上到10.76 接著在4月至到6月那一段 就雖然做了一個比較大的調整 但在最近這個多月 它亦都有調整的低位 即大概8.5左右 是重新重新上來的 在這個形態上 也都是初步出現了一個比較大的圓底 這一段升的 初步可以看回 就說今年4月初、3月底的高位 大概是10.7多 就作為一個短線的目標格了 嗯,好啊 不過現在也有利潤在手 都可以等多一會 多謝了李小姐的電話 電話旁邊 另一位觀眾 胡小姐你好 你好 是,想問哪一隻? 嗯 嗯 是 還有一二二五零 都未有貨 我想問哪兩隻? 甚麼價位可以進入呢? 還有數目多少次市位 多少呢?麻煩你 嗯,好啊 不如先說一下三五四 中原國際 暫時見到三五九六七 還未升上去的 未有貨,可以怎樣補助呢? 或者這隻股份看不看好呢? 這隻股份本身基本因素不是很差的 但是始終近來好像資金 即是說方網股來計算 都不是說特別積極 甚至乎你看到騰訊方面 都是要回的 變相就是其他方網股 都沒有什麼運行的 三五四在今年四月份那時候 見到高位之後呢 接著五月、六月那段時間 甚至乎這一個禮拜呢 都是有個沉底的傾向 那看回股價 你說現在落到來大概四元以下的位置呢 那我覺得又不是說叫特別貴的 那但是要買的話呢 都可以再等多一陣 那我自己貪心一點 看看股價接下來會不會 真的回到去大概三個八 那麽上的位置呢 那到時候才考慮去到吸納了 還有問一隻1250 北紅清潔能源 那這隻都是未有貨的 那又值不值得去買入呢 那這隻相對的投機味比較重 也都不會說怎樣跟大市走 又或者如果你說近排一些 新能源方面 或者環保相關的板塊 都沒有什麼很利好的政策 或者很利好的消息傳出 那變相說這一堆股份的股價呢 就算不是說跌都好 但是很多時候都跑不贏的市 那這一隻 尤其是它的股價比較小 或者那個市值都比較低的關係呢 那那個股價都做得不是說太好的 那就是見到之前的市破頂呢 那它都是完全跟不了了 那看回它在這兩個多月裡面 那個股價由兩毫三千幾 兩毫四左右 那跌到下去之前最低一毫七千幾 那其實都相當之接近 就是今年年初那些低位的 如果你說純粹駁一個短線投機的 那你駁它不再穿之前那個低位的話 那你這些位置買回一些 那駁它可能彈上去大概兩毫左右呢 那不是說不行的 那但是始終這些公司就很難 或者分析它的基本因素啊 和也都很難或者太跟市走 那所以它那個變數都是比較大 你要買的話呢 都最好不要說真的太過大著啊 不要說真的太過薄了 嗯好啊 那都要留意一下風險啊 那多謝各位觀眾的電話 那電話旁邊邱小姐也都在等 邱小姐你好 是的 主持早安 早安 嗯 我今天想請問兩隻股票的 那首先我想問那隻6837和口中證券 那這陣子呢 現在市場就不是炒它嘛 我想趁現在低位買定 然後儲定貨等它升 那Jason麻煩你和我選一隻 和哪個位買入 6837和哪一隻啊 和海通證券 其中一隻 6837就是海通了啊 6030 6030 是的 好啊 中信證券和海通 然後選一隻 嗯 然後呢 汽車股呢 我看對那隻港幣的 是 因為之前大安 目標去到18元嘛 嗯 現在正在做調整 它有沒有機會下跌穿15元 樓下 或者哪個可以買得呢 麻煩兩位 我先抽線 麻煩你 先講一些券商股先 好 海通和中信證券 兩隻股份呢 怎樣去選擇呢 如果選一隻的話 整個板塊呢 坦白說 我都覺得都 有少少挑戰的 就是 為什麼你說今年 上半年 它做得那麼差呢 就不是單單因為 那些資金不撐它那麼簡單 是因為 內地那個金融監管 對於券商的業務啊 特別就是 可能一些投行的業務啊 或者支撐管理的業務呢 都帶來一個 挺大的衝擊的 那本身好像見到 今年上半年呢 內地企業那個 發債的量啊 或者股權融資的量呢 都比起去年同期是跌了很多啦 那另外你說 A股的成交啊 即使在過去那兩個禮拜 有反彈的 那但是每一日來講呢 都在講四千億人民幣那樣 那所以對於那些券商股來講 也都不是說真的那麼理好 那當然 那你那個想法 是純粹因為覺得它最近跌得比較多 那現在都屬於一個 就是相對的低位 那你想著 開始去到分柱級納 鬧一些來儲存貨呢 不是說不行的 那你說這些價位的股值 真的不算特別貴 那所以你都可以去想的 那兩隻來挑選呢 那我可能都會偏向一隻六百三七的 那因為六零三零 六零三零雖然的規模比較大些 那但是始終去做的業務呢 都是比較多一些叫做股權融資啊 或者是債權融資方面 一些投行的業務 那比起你說六百三七相對是做多些 可能是散戶那個業務來講呢 那受那個監管的影響呢 相對來說 六百三七就沒有那麼大的 那所以如果你說兩隻來挑選呢 那六百三七你可以去到後翻了 那股價跌到下去 現在十二個領呢 那也都是相對 就是之前的低位來講 就已經不是說差太遠的 因為五月份都見過最低的價格呢 大概十二個兩毫幾 那我都預算這些位置呢 應該能夠是守得住的 那所以這些位置你開始買回來 都是一個合理的策略來的 嗯好 那我到汽車股了 你剛才就是說 可能這個板塊都是看得一般的 不過就想部署隻廣氣 那那個部署策略應該怎樣呢 會不會落到十五元以下 廣氣就 我得而是近來公佈那些 就是汽車銷量的數據呢 就相當之令人驚喜了 去個別一些品牌是做得相當好的 那包括就說去自己那個 即是廣氣 傳奇方面那個brand 都是有個很強的增長了 那但是都有一句 那始終現在內地方面 汽車的產能是不斷膨脹緊 去到下半年 會不會有機會出現一個 庫存系過高啊 那些分銷箱需要去到 就是減價來促銷這些因素呢 那所以你說在這些那麼高的位置 再追入呢 其實我覺得又不是那麼直撥 那你說那些大行看目標價 都是十八個多 那其實比起現價來說呢 都只不過是有一成多的上升空間 那我覺得你說這些位置追入去薄 上面可能升多 可能一個多兩元呢 不是說真的那麼值得的 那你可以選擇等那個股價呢 那接下來回到大概是十四個半 那些位置呢 先考慮是否真的再買回 嗯 好啊 Jason聽到一個電話了 我電話旁邊有馮小姐 馮小姐你好 你好 好 是想問哪些股份呢 麻煩你 我想問一下 平保 現在 現在 後市還有沒有得升嗎 你有沒有貨啊自己 有啊有二千 嗯 多少錢買入 五十元二毫半 嗯 好啊 即是跟剛才那位觀眾 其實那個都是差不多的買入價 明天就隨正 那麼 平保 前景你剛才都說幾體好 是嗎 是嗎 是呀 可以怎樣做呢 跟剛剛的說法一樣 如果你有貨在手 先拿著 這一段我自己看平保的股價 都還有機會可以升多一陣 那你如果不計隨正的調整 那這一陣我自己看那個股價 有機會上回六十元這些位置 嗯 好啊 多謝Jason 那麼詳細的分析 有沒有持有上述 看看那個股份呢 沒有持有的 好啊 麻煩Jason 稍後回來 還有其他的直播環節 稍後回來我們再和大家見面